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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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青铜丽人像 这件人像头戴竖冠 神态田径自然 双手呈半卧状 清晰的线条与合理的比例 使这件青铜丽人像栩栩如生 这不由地让人想到 三星堆的青铜丽人像 不同的是 三星堆丽人像代表的是 即神 巫 王 于一身的 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 而在丁凤墓中 这件青铜丽人像 只是陪葬的人勇 在人训盛行的远古时代 统治者们往往采用活人 进行殉葬 但是在三国时期 社会文明已经大大进步 墓葬中也广泛使用 人勇替代活人殉葬 这一类人勇 是古人们专为陪葬 而制造的随葬器物 称为明器 除了人勇外 明器还有擎处勇 以及日用器物的仿制品 从这些日用品明器 我们可以窥视到三国时期 人们日常生活之一般 他死了之后 希望做一个模型 在阴间能够继续使用这些东西 就是模仿生前用的东西 在阴间 在地下世界 继续能够享用它 过去我们古人讲 事实如事生 就是每个意思在那里头 在丁凤家族墓葬中 一件船型的青磁器 尤为引人注意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这一件青磁器 竟然是一件灶台 在灶面上 还开有两个灶眼 可同时烹煮食物 和加温热水 因为造型似船型 在当时被称为船型灶 在千年前的江南水乡 当地渔民整日漂泊于湖泊之上 他们就使用这样的灶台 生火做饭 这件青磁器形象特别 很多人难以分辨 是什么器物 其实这是一件青磁水井 器形规整 呈圆柱形 肩部有血网纹 器物外部失诱 古人为何要在墓葬中 随葬水井呢 专家们认为 在水井出现之前 人类逐水而居 只能生活于有地表属或泉水的地方 水井的发明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在远离河流的地方 也建立起了定居的村落 因此古人将水井看作是十分重要的财产 将它制作为名器 带入了墓穴 这是一件青磁的猪圈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件青磁的猪圈呢 同时带有厕所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 饲养猪的地方 这边同时可以上厕所 这种猪圈加厕所的形式呢 在古代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 人策猪圈一体 可知汉代人早已开始使用 肥力很高的 人猪粪混合肥料 实际上 直到今天的一些山区 仍然可见到这种猪圈 这是一件青磁狗圈 盘坐在狗圈之内的家犬 静静地守护着院落 他将三国时期 看家护院的家犬 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猪圈与狗舍之外 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件 青磁制的羊圈 羊圈为圆形 四周围有方形 镂空围栏 圈内还有两只小羊 小羊的四腿向内弯曲 呈柜卧状 脚耳向后 尾巴伸直 一派温顺祥和的场景 这件与青磁羊圈造型极为相似的青磁鸡石 在圈内的是五只造型生动的青磁鸡 鸡的头部较为细致 眉眼深刻 嘴部威尖 鸡身则用寥寥树笔 简单勾勒了翅膀与羽毛的形态 这只像盘子一样的器物 叫做青磁筛子 筛子是古人用来过滤稻谷等食物的器物 使用的时候 大块的物体就留在里面 小块的就通过孔洞掉出来 这件青磁匾壶虽有残缺 但我们仍能看出这件器物的青梅 弧身上端贴附有小型瘦手弦环 腹部也压映了精致的纹饰 这件青磁香熏 颅体呈半球形 周身遍布镂空的熏孔 在熏香时 香料香丸 在熏炉内点燃 香气便会从这些漏孔中飘出 香熏的用法 就是在熏体中间燃香 然后香味就会从 熏体四周的孔中散发出来 香熏在六肠部藏中 还是比较常见的器物 这也说明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 这是一种常见的器物 除了这几件青磁器 在丁凤家族墓中 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青磁器 魂瓶 这是M4墓葬出土的青磁魂瓶 这一件魂瓶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上部是一个五连罐 外侧贴素大量飞鸟 栩栩如生 下部为一场口罐 其腹部堆塑有蛇 龟 正面堆塑了立柱与门楼 另三面则堆塑了狮 熊等动物 以及头戴冠 双手笼于胸前的贵座人物像 实际上我们在 深吴 西境时期 不让来看魂瓶 这个因为它是 我们刚才说的也叫低速冠 它更多的就是把各种元素 集合在一个冠体上面 所以它在整个造型上来看 粗看都是一样 但是每一个从细节上看 每一个冠体它本身都不是一样的 这是M5出土的青瓷魂瓶 魂瓶上部堆塑了三层楼阁 第一层堆塑了狗 猪等动物 第二层楼阁的四角 各复以四面坡顶停格 在其外侧和屋顶贴素大量飞鸟 第三层的主体 则是一件五连灌 这个里头就是说 还是南方这个人的思想也有密切的联系 一般认为它上面反映的三重宇宙观 观体下部的 表示地下世界的 中间是人间世界 上面是天上世界 这两件青瓷魂瓶颇为精美 但相较于丁凤物葬中的陶制魂瓶 就略逊一筹了 M3出土的大型陶制魂瓶 堆塑繁多 堆塑了人物 鸟雀 走兽 亭雀 等等形象 仅魂瓶上部便有三层楼阁 拥有数十个湖人雕塑 极尽繁入 除了魂瓶 丁凤家族墓葬中 还出土了大量别致的陶器 这是丁凤墓出土的陶队 是古人聪明的器物 聪明就是给稻谷去壳的过程 在当时 这一生产过程 均是人工完成 这是一件陶制的墨盘 和我们今天所能建造的墨盘 基本没什么两样 这个杆子是用来吹没的 这件三国时期的陶灯 造型古朴 修长的灯柄 拖着装油的灯盘 简洁大方 考古队员们还发掘出陶阁 陶阁气身长方形 分成了大小不等的多个方形小阁 盒是古代一种盛放食物的器具 它在一个大的盒子里 分隔开好多小的区域 用这种区域来分别 盛放不同的食品 陶队 墨盘 隔雨灯 这都是墨主人生前 时常会使用到的物品 古人誓死如生 他们根据这些常用器具的形象 烧制陶器 以供墨主人在死后使用 这是专家们发现的一件红陶珠 从体态上看 这只珠双耳突出 稳步上翘 獠牙外翻 还保留了野猪的部分特征 从蹄毛特征上来看 我们觉得这件红桃猪 具有野猪的一些特性 比方说 棕毛耸立 獠牙外翻 这只红桃猪 保留的部分野猪特征 或许正是古人 驯化野猪的一个见证 这对桃狗的制作更为精美 桃狗双目圆睁 全嘴威张 脖梗上均既有项圈 仿佛正在尽职的守护家园 显示出一种自然写实的美感 引人注意的是 这对桃狗的表层 涂有一层柚 柚桃比普通的桃器 多是了一层柚 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降低桃器本身的吸水率 从使用工厂来说 也就更加的易用 当然也更加的美观 这一件龙手胶斗也同样是幼桃所制 胶斗形如小盆 底部有三只短足 但不同的是 这一件胶斗一侧的柄手高高扬起 上面雕刻有龙手的纹饰 掩耳口鼻俱全 尤为生动 在这些桃器中 最重要的还是十六件骑马俑 这是气形最大的一件骑马俑 马为整体模质 贴素有简单的马具 马背上有高桥鞍 马匹身上装饰有樱落 人蛹眼大且突出 有明显的落腮弧 头上戴有尖顶帽 其余的十五件骑马俑 尺寸稍小 但马匹同样为整体模质 桃涌的面部 也与稍大的骑马俑极为相似 但手执之物各有不同 有的一手执锤 一手执鼓 似在交集 有的两手执排销 似在吹奏 有的手执长条形物品的一段 似在曲奇 有的双手笼于嘴前 似在吹奏某种乐器 除了这些专为陪葬制作的名气 考古队员们还发掘出了许多 具有生活气息的珍贵器物 这是M5墓葬出土的金钗 长约16到17厘米 由一根长金条扭曲而成 造型简洁而不是优雅 因为在当时 女性非常流行书高纪 当自己的头发不够的时候 就会用甲剂 这样的金钗 一般是用来固定甲剂和针发的 这是一件金兽 个头虽然不大 但却很有生趣 它的外形成桂窝状 酷似一个麒麟 但很难具体判断 是哪种兽类 这件M5墓葬出土的金比翼鸟 细致地刻画了一个温馨画面 两只大鸟交紧依微 比翼而飞 它们身上各背着一只小鸟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除了金器 丁凤家族墓葬中 还出了几件特别的银器 这是M5出土的银剪刀 由双刀交叉而成 极为简洁 这与今天的剪刀颇为不同 这种造型的剪刀 仅用一根金属条 将其两端断成相对的边刃 再将金属弯成八字形状 利用弯黄的弹力 使其合放 这一组带垮 刀有卷云纹和几何纹 配有新型环 轻巧精致 这件长方形的精美器物 叫做饰牌 四角处各有一个小孔 牌身透雕着人物竹兽纹 这几件银制器物都属于代式 是古人固定在腰带上的常用饰品 非常有意思的是 三号墓当中 出土的这组古月仪仗泳当中 最大的内剑 胡人腰带身上 也有着带式形象 可以说是将形象与食物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件鼓吹用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人物腰间的代式 这种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 常用金、银、锡、铜等材料制成 古籍中时常描述的金带、玉带 并非真的用金或者玉制成的腰带 而是在皮质腰带上 是以金或玉 因此银制带式所装饰的腰带 在当时应当属于银带 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珍贵文物 为我们展示了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的 古人生活的细节 让我们零距离地体会到了 古人的生活气息 在考古发掘快结束的时候 考古队员们曾将一些发掘现场的泥土打包 他们相信 这些泥土中很可能混杂着珍贵的文物 现在 专家们将打包回的土壤 倒入注满水的水土中 在水中捏碎土块 确保每立方厘米的泥土都被反复冲洗 他们在耐心地过滤墓葬中的土壤 经过多日的清洗过筛工作 陶谷队员们终于有了重大收获 经过水洗和过筛工作 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比如陶形金叶片 金丝 还有细小的金片等等 这是专家们在泥土中筛出的金叶子 让专家们好奇的是 这些金叶子薄如纸张 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金叶上有穿孔 并且在出土的时候 穿孔当中有一些残留的金丝 所以我们认为金叶片 应当是某件饰品上 垂掉下来的一件装饰物 很有可能是金布瑶上的装饰片 布瑶是古代女子戴在头上的一种装饰品 在汉代以前 只有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才能佩戴这种头饰 她一般垂有坠子或零苏 随着女子的走动摇曳生姿 故名布瑶 在东晋顾凯之的女史征途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当时宫廷女子所戴的布瑶 多为两只一组 以花地作为基座 花枝上坠以朱翠 造型华美优雅 尽管有专家认为 这些金叶子就是布瑶上的配饰 但在长江以南的墓葬中 尚且没有发现过完整的金布瑶 这件在淤土中清洗出的金叶子 真的是布瑶的配件吗 专家们决定 和辽宁省博物馆的金布瑶 官上的装饰进行比对 比对后 专家们发现 丁凤家族墓葬中出土的金叶子 与辽宁省博物馆的金布瑶 官上的装饰 极为相似 最后 大家得出一致结论 这个金叶子就是金布瑶的配件 当年 金叶子被安装在金质的花枝上 当主人走动时 金叶子轻轻摆动 故盼生姿 在丁凤家族墓葬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 在墓葬的发掘过程当中 在墓葬的前世呢 通常会出土一些陶器和瓷器的碎片 而在后世中则会出土一些 棺果的残片和铜钱 还有一些小的金器 专家们认为 这种文物的分布情况 反映了古人的一种空间观念 在阳间 人们认为在屋子中是前堂后寝 而对应到墓葬当中 大家就会认为 前世是墓葬主人的一个祭祀空间 而后世是主人安寝的空间 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物分布状况 其实 中华文化中这种空间上的前后关系 一直到明清之气都如出一辙 比如 在古代政府的建筑结构中 通常政府主官办公地点在建筑前部 而建筑后半部分 通常是政府主官的私人官邸 大到皇帝 小到支县 其空间格局大抵如此 在丁凤家族墓葬中 还出现了珍贵的漆器 但遗憾的是 由于保存环境的恶劣 大部分漆器被发现时 已经基本朽烂 我们说的干千年 四万年 不干不适就半年 这个主要是就这个地下的文化遗存保存的状态来说的 干千年 比如说我们在新疆干旱沙漠地区 那确实挖出来的 确实保存得很好 四万年 那也有 比如说在浙江 我们是发现了两种文化有关的 或者河沐洞文化的时候有关的 我们这种六朝也好 明代也好 这种墓葬里头 就是大概就是不干不适的这种状态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 空气潮湿 不同季节 温差极大 墓葬往往会处于不干不湿的环境中 这对文物的保存十分不利 同时 漆器的材质更加大了保存的难度 因为这一类文物它本身属于有机质地 它在长期的埋藏过程当中 容易受到水 土壤以及微生物的影响 使它本体发生降解 尽管如此 还是有几件漆器的文饰依稀可见 这件仅于漆皮的漆器 应当是一件圆盘 在清水的冲洗下 漆色显得尤为鲜艳 黑红二色的主色调 古朴文厚 这一件漆器 虽然仅残留了半件漆皮 但是漆器上所谓的精美漆化 却保存得十分清晰 色彩艳丽 文士典雅 迄今为止 在三国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中 只有东吴将军朱然墓里 保存了完整的漆器 我们可以借此一挥三国时期 漆器 纸精致 美妙 这件朱然墓出土的贵族生活图漆盘 盘上用黑红二色绘制了贵族生活 闲适惬意的情景 用笔简练 线条流畅 这是纪杂挂件土漆盘 画中人物的神情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朱然墓的三国时期漆器 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专家们不由地对丁凤家族墓葬中 那几件尚于漆皮的漆器浮想联翩 考古专家们相信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 在不远的将来 这几件仅剩漆皮的漆器 或许可以重新焕发心机 以最初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此前能够确认到高端级身份的 那只有马上的朱然家族墓 发现的朱然墓 两人观止是基本相当的 这个应该说在南京 发现这个丁凤墓 对于我们整体的认识六朝 尤其是生物实际墓葬 还是有重大的考古学意义的 丁凤家族墓的考古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专家们却依旧在紧锣密鼓的忙碌着 他们在为随后的展览做着准备 作为三国时期的重大发现 丁凤家族墓的考古成果 将正式与观众见面 2021年4月18日 是国际古迹遗址日 也是中国考古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的起始 这一天南京六朝博物馆正式举行了 东吴名将江表虎尘 丁凤家族墓出土文物展 这是丁凤家族墓被发现后的首次攻展 二百余件珍贵文物 有序展成 通过物葬礼俗 出土文物 考古发掘 等多个维度的展示 让参观者深刻而具体地感受到了 三国时期的文化气息 自2019年6月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的联合勘探起始 丁凤家族墓葬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 前后历时近两年 在墓葬形制与出土魂平的双重证据下 专家们确定了 这是一座三国时期的家族墓葬群 而古吹涌的发现 更是让墓主人的身份被定位至了武将 随着买地券的出土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最终被揭开 丁凤三国时期东吴明将 最终因为政治上的失利 匆匆下葬于这处狭小的墓葬之中 在这次发掘工作中 丁凤家族墓先后出土了 古吹涌 魂平 青铜丽人像 传行造 青瓷扁胡 银带士 青瓷香薰 金兽 金笔一鸟 等二百余件珍贵文物 透过这些历经一千七百多年时光的珍贵文物 我们感受到三国时期 东吴的社会文化风貌 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 坚定文化自信 这无疑是丁凤家族墓葬 带给我们的丰厚财产 明年是日本人的关系 战史盟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330小辣子 小辣子 中国人的电视